你好 歡迎收看4月27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盧宇慧 23號瑞士規模6以上余鎮造成花蓮市 藍天歷史飯店前洞一樓梁柱嚴重毀損 經建築結構技師鑑定宏丹必須進行拆除 而考量整體安全實施預警性的封路 現場徐正衛特別前往現場視察 也前往了統帥大樓還有富凱大飯店 來關心拆除的進度 因為拆除作業會影響到周邊居民 也希望大家共體時間 現場表示說 縣政府會加快進行重建 要恢復家園融景 花蓮縣遭0403、0123地震接點襲擊之後 原本沒有貼紅丹、黃丹的藍天歷史飯店 經花蓮縣政府鑑定一管六尾紅丹 將進行拆除 藍天歷史飯店距離拆除中的富凱大飯店 將拆除的統帥大樓都僅數百公尺 飯店樓高12層 有前後兩管3號地震已經受損 並歇業修繕 而3號地震之後 前栋一管樓住支撐力不足 25號幸福改為紅丹 除了現在目前正在拆除的這個富凱大飯店 它的進度 我們前面的樓層數已經降到4層 那這個後續的部分 像今天可能他已經用一些比較短手的這個怪手 開始去做一些這個低樓層的一個拆除的一個敲除 或者是拆除的工作 統帥大樓的部分 我們從昨天晚上就開始進行拆除了 那現在目前拆除的進度看起來都還算順利 那預計也是差不多將近兩週的時間 會完成這個統帥大樓的拆除 那再來就是我們這個藍天歷史的這個部分 那今天早上從昨天晚上開始 一直到今天早上 我們開始在移除周邊的相關的一些路燈 號制等等的公共設施 那也配合這個公務局 也要進行他們的這個相關指示牌的移設 那移設完成之後呢 我們今天晚一點 一直從到明天 我們會開始圍設周邊的施工圍禮 那讓這個整個在周邊區域的這個 因為施工所造成的影響 然後減到最低 那施工圍禮在圍的過程當中 我們大概會開始進一些土方填土 所以我們大概在今天 明天一直到下個禮拜一 這三天到下個禮拜二 這幾天的時間 都會在做填土方的工作 那預計會在5月1號 開始進行這個實際的拆除的工作 現在許仲會在西岩府建設 出廠鄧紫宇的陪洞之下 來瞭解拆除的進度 而南天立遲在4月25號下午開始 周邊進行封路 並且架設施工圍禮 後續將會在飯店前填土 防傾倒再展開採取的作業 記得將會有名字 記得終於開始後